高家瑜是漂亮 漂亮 當面吐槽高家瑜 賴清德笑得好開心 看得出兩人好交情 拉抬高家瑜立委選情 賴清德連續兩週都來輔選 但同時間 機器長吳欣戴再度來踢館 在旁邊發文宣爭取支持 跟高家瑜陣營保持一定距離 他沒有只有一次 違反民進黨團的規定 只有高家瑜贏而已 民進黨紀元拿名高家瑜 一定是百分之百 專業起起高家瑜 賴清德言下之意 吳清代不僅無法勝選 還會保送國民黨李彥秀 這讓吳清代不忍開槍 說他從來沒有跑過票 這個其實也是錯誤的 因為目前已經證實了 他不只有跑過票 而且還因為這件事情 被民進黨黨團罰款過 黨團有做決議的 我們都是跟黨團走 吳清代一再的用一個 說謊抹黑攻擊的方式 不僅攻擊我 現在連賴副總統都要攻擊 我覺得這樣的做法 已經是走火入魔了 港湖雙書隔空對嗆 這邊綠營立委選戰分裂 但另一頭總統大選 藍白河還在談 就連藍營內部 馬英九 韓國瑜等 都公開表態支持 柯文哲方案的全民調 就有學者分析 柯文哲變成藍營統派 甚至是中國的共誅 分配權威的政黨核 其實更重要的是 全民要團結合作的全民核 積極營營於彼此政黨的利益 成功的讓國際社會看到台灣 肯定台灣也上架台灣 在這種狀況之下 國際社會當然不希望台灣走回頭路 蔡清德兩度引用蔡總統的談話 似乎有蔡歸賴髓意味 蔡清德火力全開 總統立委選戰 都要拼出勝選成績單